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学习基督教要义经讲系列课程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学习127课称义的第八讲 因信称义并不排斥善行,也不纵容犯罪 这是基督教要义第三卷16章1节到4节里面的内容 我们这一讲呢,我提前给大家准备了五个问题 大家可以把这个截图一下 或者怎么样存在手机里 一面听的时候,一面留意这几个问题 帮助大家理解 那在网上和我们一起学习呢 他们有这个阅读作业,整理作业这样坚持做 我们教会最腐败,最堕落 就没有一个,可能就那么几个人坚持学习写作业 那为了妥协大家的这个懒惰和败坏呢 我就给大家出了这个五个题 所以大家,你自己要阅读 我以后我会安排人把这个书的那个预读的部分 提前周日晚上发到咱们群里面 然后这一周当然你抽时间去读 到周三的时候,我会把这个 包括我尽可能把提前把这个题也给大家 然后大家读的时候就是看着这个题 然后再听,这样的话可能会比就那么听 可能会更有重点,帮助大家理解 所以大家听完这个结束之后 我们会祷告结束之后 我们有一个发表你自己总结这个内容 第一题你的答案是什么 第二题你整理了什么 这样简单的,不必有压力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降低大家平时投入时间和总结的压力 但是也别让大家只是大概大概听了 然后也不知道听的怎么样 稀里糊涂混的不是我 我尽我的本分 混的是你自己 你随着你的时间流逝 你在上次那面前 你有没有长进 这个是你的问题 这不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已经尽职了 仁义尽致了 这个我该发火的发火 该说好话的说好话 如果再这么放肆的 我说不好听的 那你就考虑去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教会 你可以随便没人管你的 然后你看着牧师也舒服 牧师看着你也很欢喜 找那样的教会 不要再敞开教会 因为在敞开教会 基本的训练你必须得跟着 不跟着你说什么敞开教会信徒 然后来了只是挂个名 实际上什么牧养教导都不听的话 那你还说敞开教会信徒 这个很开玩笑的事情 所以总之呢 所有的这样的事情就是帮助大家 然后我们总说自己软弱 软弱你不跟着牧养来 软弱你不学习 软弱的只是躺平的话 没有个刚强 软弱的时候才能 就是有人鞭策你 你跟着来 这样的学还上起来 可以 软弱你躺平 你等着自然而然复兴 那种想法都是自己幻想的想法 教会里没有那样的信仰 是不是 所以你看旧约以色列百姓 包括新约使徒他们的牧养也一样 旧约以色列百姓败坏的时候 哪有时候神等着他们自己刚强起来再行吗 都是拆点先知 要么勉励 要么就责备 是不是 要么就直接用外邦人的鞭子抽他们 是不是 哪有时候让他自己什么等着神的恩典 临到自己起来 没那说 那都是我们受老一辈信仰 编造出来那种幻想的信仰 上帝借着他的仆人看到你软弱的时候 有的时候鼓励你 有的时候警戒责备你 对不对 有的时候可能是探望你 但是你这些手段都抛出 然后幻想着自己有一天 自己起来 那个都是做梦 那不是基督教信仰 那你自己编出来的信仰 所以大家一定要跟上牧羊 跟上牧羊 你跟牧师个人关系 那是另一回事 但是你作为敞开教会信徒 你至少你得跟着来 对不对 你在社会上 你到哪打工孽的 按照老板或者是公司的规矩 你去学校也跟着教授 别的地方都很好 你报学习班 你报课程都跟着很好 唯一在教会放肆 你说你的问题大不大 对不对 这个不是别人问题 是你自己问题 因为你对神的敬畏 对神的认识 就是别的地方都可以认真 唯一在教会可以耍赖 所以你就是什么规矩也不守 然后觉得自己应该这样 我的所有难处 唯一可以放肆的地方 就是教会 别的地方都不容我放肆 但是唯一在教会里 容我放肆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给自己开太多的小差 好像我的软弱神都知道 然后别的地方都很认真 唯一在教会里放肆 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这五个题大家要留意 因此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大家好 然后对大家言了 觉得这个牧师可能这个心理上有病 然后松了吧 好像挺有爱心 其实是真的作为幕会者的良心受不了 所以我尽量平衡 一方面我对你们充分恩赐 虽然今天有点讲话重 我因为觉得前面一段时间太过宽容大家了 以至于大家太放肆了 所以该讲原则的我讲原则 但是该恩赐的地方 我还是继续保持恩赐 所以盼望大家不要拿我的恩赐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 给自己的我们基督徒 我们自己太多的软弱 总是给自己开小事 合理化 我就是忙嘛 你忙能忙到哪去 比我忙的有的事呢 对不对 然后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浪费时间 我们花在 真的要整理那些零散时间 去做点正经的事的话 其实发现我们很多时间都虚度了 哪有一个人忙从天忙到晚 然后以至于这个学习的时间都没有 吃喝拉撒睡 别的时间都有 就学习的时间没有 所以这都是借口 所以很重要的关键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懂得利用时间 再也就是浪费在相对不重要的时间 再也就是反省一下 那我什么是基督徒 对不对 如果我连信仰的事情上都觉得没有时间 那我们肯定不是基督徒 我们一定价值观出了问题 一定信仰出了问题 为什么 你把所有的时间都安排在别的更重要的事情上 唯一信仰的事情上 你排到最后 说明你这个人价值观有问题 信仰有问题 你对上帝的那个认识有问题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什么意思 就是把这些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抛透了 你要认识你自己 现在到底是真的忙没有时间 还是你自己有问题 所以简单来说 总结来说就是我们自己有问题 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有问题 不是别的 所以不要找借口 那个最愚蠢的信徒 就是总是耍小聪明骗牧师 总以为牧师好骗 其实牧师最不好骗 牧师是研究人 这种存在的专家 他最懂 他也活了这么多年 生活怎么回事 他当然知道了 当然知道你的难处 当然也知道人 这种存在是多么的诡诈 容易给自己开小车 也知道人这种存在 是多么容易虚度光阴 浪费很多的时间 然后匆匆忙忙就找借口 然后说我有事我忙等等 那个不必要跟牧师这样 你也不必要花心思去编一些 不成借口的借口去糊弄牧师 因为牧师的存在 也是为了你的好处 你何必搞得像老鹰捉小鸡 这个警察抓小偷似的 对不对 牧师不是那种恐怖的存在 牧师的存在是帮助你 你结果你就是 想着各种方法去应付牧师 那不正好相反了吗 所以必辜负上帝给我们恩典 你在敞开教会 有一个热心去 把一些重要的东西 交给你的牧师 虽然可能陪你玩的时间 聊天的时间少 但是能够真真真正 把一些重要的东西 交给你的牧师在 你就应该感恩 不是感恩牧师 应该感谢上帝 如果有一个天天带你玩 然后陪你聊天 却不给你讲真格的 基督教稀里糊涂的去 交给你的话 你应该为这样的教会哭 你怎么来这样的教会呢 有一个认真把道 讲给你的教会 这是感恩 这是上帝的恩典和祝福 你要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不要想着办法去糊弄牧师 怎么应付牧师 怎么让我过得舒服 然后还让牧师理解我 这种心思不要用 你就好好诚实的在上帝面前 努力的去跟上牧师的牧养 然后在神的面前 已经打得很低的折了 这个程度都跟不上来的话 我真不知道你到哪个教会 能让你舒服 除非是你就是做个 所谓的平行徒 就猫在大礼拜堂里面 跟着唱两首歌 听个道 然后回家拍拍屁股 回家就行了 偶尔感动 丢两个小钱 这样过信仰生活的话 那你趁早离开场合教会 这个地方肯定不适应你 牧师也不会允许 这样的人存在 好 那我们这个问题 我们就开始正式讲 那进入到16章的时候 其实加尔武牧师 就处理天主教 对他们或者说更正教 所提出的 因性称义教理的批判 那正因为天主教的批判 他不得不做出回应 为什么 他攻击我们这些改革派 从路德以后 包括特别是加尔文 这个当时 他一定要回应 不然的话 信徒们也彷徨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看到 我们在读基督教要义的时候 这种书籍呢 并不是在象牙塔里面 换句今天人能听懂的话 就是在图书馆里 只是研究学问 那是空洞的神学的争论 不是的 它是出于捍卫 纯正信仰 不得不做出的回应 我们用现在的话 叫做护教 我们最初第一讲的时候 如果大家记性好的话 我们说基督教要有一些特性 它是具有圣经性的 为什么 加尔文牧师为了让大家 明白圣经的教导 所以写了这本书 最初是让大家进入圣经的真理 圣经就是这么厚的书吗 66件到底里面讲什么 我们读了6遍 10遍 60遍也不一定把圣经整体系统的理解 因为我们缺乏训练 有的时候可能只是零散的某些经文 大概的一些概念 真正系统的严谨的整理出来 很少人有这样的天赋 读了50遍 200遍的人也不一定有这样的逻辑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 说自己读了500遍 其实说话 他怎么能记住500遍 这是一回事 第二 按他的岁数 他信主大概20岁 现在活到60岁 你算他一年读几遍 他不吃不喝 他也除非是用那种 什么三倍速的那种音频 一天可能一两天就听一遍圣经 可能他活到那个时候能读500遍 但是问那样听的话 到底能够明白多少交易呢 即便熟悉圣经 所谓的熟 就是所有的经文在哪里都知道 大概说什么都知道 名字都记到 地名时代事件 脉络都知道 但是不意味着你明白圣经当中的意思 你只知道圣经的叙事本身 经文本身 但是你不知道里面内在的 教义 真正要传达的真理是什么 熟悉圣经和懂圣经是两回事 所以加尔文牧师写这本 要义的目的是让我们 进入圣经核心的真理 以至于以后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不至于跑遍 知道圣经到底在讲什么 给我们一个认识圣经的入门 第二 敬钱 他让那些追求敬钱的人 所谓的敬钱就是追求真正信仰的人 那让他们好小的敬钱的药纸 给他们提供一个纲药 第三就是牧养 他写这本书不是给神学院的神学生 虽然后来改了什么 这个给神学生 但是最初就是为了当时 路德呢是改教开始了 后来兴起了很多改教 加尔文是第二代改教家 但是很多从天主教出来了 这些信徒呢 包括传道人 神父们 修女们 基督徒们 他们都是基本上不懂圣经的 因为神父们也基本上愚昧 根本没有好好教导他们圣经 所以他们不懂圣经 那出于牧养的角度 教导信徒认识圣经的缘故 去把这个书写成 作为一种信仰的教材 信仰教材 属灵书籍 那今天我们读了 现在变成神学院里面 好像制圣所里面 最高级的一些高贵的神学书籍 一般的人读不起的这种书籍 当时就是给一般信徒来读的 每一个基督徒来读的 可见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是水平何等的低 就举例小药理问答 韦斯米斯的小药理问 那是给小孩子洗礼教育用的 今天连一般的圣徒 甚至传道人都不懂的 这样的情况很多 可见今天教会人数是众多 但是水平很低 所以大家我们在学这个书 你不要以为跟牧师 学了什么神学的 当然是经典 这不可否认 五百年到近 很多大家都尊重认定这个价值 包括一般的圣徒和大家们 那些神学家们 都肯定这个书的价值和分量 它本身是有分量的书 不容轻视的书 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只是当成 哇那个是教授们研究的 像牧师这样的人读的 我们是小平信徒 这个读读什么一对一 读个什么福音桥 读个属灵四律 可能就觉得挺深了 no不是的 这是一般信徒都应该读的 所以它是牧养层面的 它不是搞学术的这个层面的 所以这是牧养的 所以大家读的时候也要知道 虽然当时他的语言 法语拉丁语 可能对我们今天的表述 表达方式 因为我们没有受到那种高级的 什么修辞学等等 但是加尔文牧师 即便他受了高深的学问教育 他也是尽可能简明的通俗的去写了 虽然对我们今天读起来还是有些难 那它是牧养的角度 所以我们要接受牧养的角度来读 我也是把这本书当作牧养的教材来 实在是找不到既有深度又全面 又符合圣经 又供应灵性的需要 又有教理 又培养我们进钱 又经过验证有分量的书 找来找去就找到了这本 别的要么就学术太高 要么就太浅 要么就是理论性太强 要么就是等等 总之这本书是符合 我自己的标准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 当然还有很多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 护教 那他讲到16章 为什么批判罗马天主教的 罗马天主教攻击我们的时候 为什么要批判护教 当别人质疑我们的信仰 毁谤我们的信仰 我们就要说明我们的信仰合理性 然后批评对方的攻击是不合理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看到16章里面 回应其天主教的攻击的时候 加尔武牧师为了保护纯正的道理 保护教会不受这些 错误的教导的这些教师们 什么神父们 神学家们的攻击 不然的话 信徒们怎么知道 他们攻击的好像挺有道理 更何况信徒离开这个天主教的圈不久 那如何让他们继续停留在 合乎圣经的信仰里面 必须对错误的攻击做出回应 对不对 今天基督徒对一些异端的攻击 不是也要回应吗 为什么 保护教会信徒 持守在纯正信仰 牧师讲到的时候 说为什么特意的去攻击一些错误的观念 为什么 我们中间很多人也是在这种错误观念里 成长过来的 不得不攻击 那攻击的时候 有的人可能这么骄傲 批评别人 就你对不对 没办法 错的 讲到这个真理的时候 要提到在这方面 我们通常所犯的错误 提到这些错误 甚至我有的时候说 我们老一辈当中有些观念不对的 不是全盘否认 他们的攻击 他们的金钱 他们的付出 我们要认可 我们毕竟是从他那里乘船过来的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回顾的时候 发现有些不健全的地方 我们适当要提醒 免得我们继续在他们的错误 或者弱点上 继续成长 继续延续 对不对 错误的方面要抛弃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出于护教的角度 要提到一些事情 并不是牧师觉得 好像牧师就是天下老大 唯我独尊 谁的眼中都不如牧师的眼 然后到处批评别人 那个骄傲 根本不是这回事 所以护教也是我们 透过加尔文牧师 如何批判罗马天主教的错误 在辩驳的过程上 反而更加清楚 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这一点我们要澄清 就是进入十六章之前 我们要理解 为什么加尔文牧师 在这么多的篇幅里 总是批评罗马天主教 什么中世纪的神学家 什么欧希安德 甚至一些教父的里面的错误 等等异端的错误 为什么批判 当时教会正面临着 这样的大环境 教会面临着这样的攻击 如果不去批评的话 批判他们的错误 教会的信徒就不知道 到底他们说的对 还是我们说的对 他们就在这种无知当中 懵懵懂懂的当中摇摆不定 所以护教讲明真理是必要的 那今天我们作为读这个历史性的 这样的记录的时候 其实天主教的论调里面 和今天我们传统教会里面 一些论调是极度高度相似 因此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 不是读一个已经过时的 跟我没关系的东西 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因为有很多的类似性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罗马针对罗马天主教的两个毁谤 这里面提到了两个 两个毁谤 他们对我们的信仰的攻击 第一个毁谤就是他们说 我们讲音信称义呢 是排斥或者摧毁善行 他们认为呢 得救不靠 如果得救不靠人的行为 或者功劳的话 就没有办法 带领人去行善 真的是这样 仔细想想某一方面有道理 为什么那么些异端 那些异端过的那种生活 彻底的遵守啊 异端他们什么 我们周六做礼拜 绝对不会礼拜天来做礼拜啊 不吃什么肉 我们要警戒教什么等等 然后警戒酒什么戒什么东西 或者一年要去中国宣一次教 一生至少一次 或者说其他宗教 一年一次上耶路撒冷 或者一年一次去迪拜等等 或者卖家 他们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去 发生彩踏也去 为什么 他们把所有的宗教行为 跟自己的救恩和功德联系在一起 基督教不讲这个 所以基督教松松垮垮 万一基督教一开始就讲 你如果不限十分之一 你就下地狱的话 保证乖乖的都限十分之一 为什么 这种恐吓 人本能当中有一种这种本性 一旦加上什么条件 而且这种条件容易 去一趟就有功德 当然容易了 花点钱 花点时间的问题 所以一旦把你的救恩 或者什么 跟恐吓和一定条件 而这种条件 我又能做到 人更愿意选择这样的 比起相信白白得救 相信耶稣就得救恩 这样的恩典 人更愿意做 这是本能 做了以后人有夸耀的地方 人就有成就感 而且有确据 你看我这样做了 我就能做等等 所以天主教把这种认为 我们教导白白 阴性 白白称义 我们什么不做 只是接受 就称义 他觉得这样的话 不利于引导人行善 某些方面他说的对 但是不符合圣经 所以他们认为是这样 所以他批评我们 教导白白称义 是摧毁 拆毁 善行 你要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的观念是什么 第二 他就说我们诱导 或者是纵容犯罪 为什么这么讲呢 他们认为称义太容易了 你讲白白称义 太容易了 信得太轻松了 于是可能会让人增强了 那种随己意犯罪的那种倾向 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偏心己路 随着自己的意愿去行 然后去犯罪 我们有这种倾向 当你讲门槛这么轻 不是靠我们什么约束自己 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然后人一定会放纵 他说到了某一方面对 但是又不对 对是符合人的本性和 宗教的现象 但是错是不符合圣经 所以他针对这两方面提出的诽谤 加尔文牧师也提出了两个批判 加尔文牧师说到 其实他们提出的这些内容 上一章也就是15章 最后一句话已经有了足够的反驳 对他们这种诽谤已经足够 那最后一句话就是记录在 我们说三卷15章第八小节里面 最后一句话 这里面说到所有属生的人都被重生成为 这个重生是更新的意思 成为新造的人 就是被成圣 更新成为新造 然后从罪的国度迁入到义的国度 这样使他们自己所蒙的恩招坚定不已 说更新和恩招是相应的 他们被更新证明他们的恩招是稳固的 也就是说一个树里面结了果子就证明这个树是好树 对不对 结出新人的样式证明他是得救的 他的救恩恩招是确实的 不然就是虚假的 嘴上说主啊主啊 怎么怎么的 然后实际上根本不顺从主 那么他们的 他们不是真正的属主的人 也不可能进天国 所以在这里面 加尔牧师已经提到了 如果他们这句话 其实已经否定了他们毁报 并不是不强调圣洁的生活 果子嘛 更新的新造的人新生活嘛 已经嵌入神的国度了嘛 等等实际已经否定他们了 但是呢 加尔牧师说 还要简单的回答 这两个指控 具体的去简单的回答 那加尔牧师就提出了 两个简单的回答 第一方面 他说称义不排斥善行 就一节到三节 这一章共四节 篇幅不多 一节到三节提到了 就驳斥他们这种 所谓的称义排斥善行 加尔牧师说 称义并不排斥善行 第二回答就是 称义并不纵容犯罪 他们说你们讲称义 就是纵容犯罪 然后加尔牧师用了四 第四小节去驳斥他们 实际上并不纵容犯罪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指控 就是借着信称义摧毁了善行 他们假意哀叹 说我们如此这样高举信心 其实就是夺取了善行的地位 大家如果留意 我们前面一直加尔牧师谈 信心的义 信心的义保罗 我们讲罗马书 这个已经谈到了九章里面 犹太人 以色列人 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求 只是凭律法 凭行为 所以他们追求律法的义 而不是信心的义 这是圣经的用语 出于信心的 和出于律法的 靠守律法 和靠着信心而得到的义 所以当天主教徒 他们天主教控告我们这些人说 我们高举信心 是出于信心的义 借着信心领受的义 实际上就等于夺取了善行应该有的位置 他们是靠着行为 多少是靠着行为 乘义 所以这是他们的控告 那加尔文牧师就反驳 说到这个教义呢 就是一信称义 或者是借着信心称义的这个教义呢 不但没有贬低善行 反而高举甚至坚立了 不但没有贬低 反而高举 而且坚固确立了这种善行 这是加尔文的核心 不是贬低 而是高举 并且是确立了这样的善行 那他就从两个方面谈 第一方面就说到 称义与善行是不分家的 加尔文牧师为了反驳他嘛 第一就说到 称义与善行其实不分家的 他提到了 我们从来没有梦想过什么呢 第一就是某种没有善行的信心 第二就是某种没有善行的称义 注意啊 我之前也跟大家提到 我说我们一信称义 唯独信心 很多学习改革中的弟兄姊妹 以为信心排斥行为 错 信心排斥的不是行为本身 不是真正的善行本身 而是排斥功劳的信心 所以这是一样的 加尔文牧师说 从来没梦想过某种没有善行的信心 雅各书里面不是说了吗 二章 里面谈到了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真正活泼的信心 是保罗所说的生发仁爱的信心 也像耶稣基督所说的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 不都能进神的天国 唯有尊心我天父旨意的 所以耶稣基督讲这个话 不是讲靠律法得救 而是延续了旧约的习惯 旧约律法里面不是 更多的谈到的不是信 而说你们行 你们听了我的话去行 就必永生 这个行本身就是真信心的表现 所以雅各书里面 亚伯拉因真行而诚意 这是一致的 真信心一定扮回的行为 对不对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比喻 说我们要真的相信 这个是100元 人民大超是真的话 真的知道它是真的话 你肯定会蛮有底气的去 带着对这个钱的信心 虽然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信心 带这个钱去超市 或者是拿这个 有100块钱的卡去超市去购物 对不对 买相应的这个价值的物品 因为你知道 基于你的经验和常识 你知道这个100块钱真的 它就能兑换相应的 这个价格的物品 对不对 这就是信心嘛 信心促使我真的 照着我所信的去生活 这就是信心嘛 这个没有什么复杂的 对不对 结果我们把信心和行为分裂了 这个行为没有根 然后这个信心没有果 这个不是基督教的思考方式 所以唯独信心 不是说只有信心没有行为 那种信心根本不存在 雅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 没有顺从的信心 就是死的嘛 根本不是信心 不是圣经里面说的信心 只能说假信心而已 是吧 所以加尔默士说某种没有善行的信心 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也就是说真实的信心一定会伴随着善行 紧接着他又说某种没有善行的称义 也是不可想象的 为什么他后面会解释称义和善行的关系 称义和成圣的关系 也就是说他肯定了信心和称义是一定与善行是并行的 共存的 关键的区别 我们关键强调一信称义 关键的区别不是有没有善行的问题 关键区别是信心与善行 第一是必然的关系 已经讲了 真实的信心必然 产生善行 顺从 结出果子 第二就是只是我们要把称义归给信心 不是归于善行 真正的关键不在乎有没有善行 当然要有 我们否认不是否认善行 我们否认将称义归给善行 也就是说功劳式的善行 因着我的善行 上帝称我为义 无论是欧西安德的内在的那种义的本质 还是天主教的那种 所谓的圣灵的果子的善行 也归到属于信心的一个部分 或者说将称义作为一个称义的根基 所以我们重点差别是什么 我们称义不在乎善行 在乎信心 信心的性质 没有任何功劳 而善行是伴随着 这个真实活泼的信心而来的 但是不是因为行为称义 而是因为信 因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真的归向了基督 转向了基督 信心乃是将我们引向它 信心本身不是功劳因 我们以前也讲过 信心是工具因 行事因 信心只不过是器皿 让我们去接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基督 福音应许里面的那个基督的义 或者福音应许的基督本身 我们以信心去接受 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名的人 神就赐给我们全名做神的儿女 当然我们信基督就是接待基督 信心本身不是功劳 只不过是去接纳 接受上帝给我们的赏赐 恩赐 礼物 基督本身而已 所以信心是接受工具通路 那信心也并 也是什么 这个没有并 也接受从基督而来的一切力量 信心本身没力量 信心乃是接受基督 所赐给我们的所有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后面我们所说的 要学的这个行善的力量 所以信心只是接受 所以信心本身不是功劳 他就定义了信心的性质 信心只不过是接受而已 信心有对象 仰望那位应许的基督而已 信心本身不是功劳 没有功劳 若借着信心 我们才能 只有借着信心 我们才能获得基督的意 注意 唯有借着信心 这是上帝设定的 就像我们主日所说的 上帝不止预定结果 上帝也预定了过程 手段方式 上帝不仅预定我们得救 还预定我们要借着信 相信应许的 他所赐的基督 然后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 得救 所以借着信我们才能 这是条件性的 这是神设定的 当然这个不是功劳性的条件 借着信我们才能够获得 神所应许白白赐给我们的 基督的意 第二 我们借着依赖 或者是仗赖基督的意 注意基督的意 不是我们的意 基督的意就是 他道成人完全的顺从 包括牺牲 他为我们赚得的那个意 在神的面前借着复活 被神称为义 从死里复活 然后他将这个 他的意赐给凡相信他的人 后面我们会讲 借着这个基督的意 我们与神和好 上帝看所有的罪人都是愤怒 都是审判 都是定罪 但是我们已经批代了基督的意 我们因着信与基督联合 基督的意算在我们头上 我们批代了基督的意 上帝就视我们为义 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不见我们的一切的罪 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 不盖 不看 不见 不是说上帝不知道无能 而是因着基督已经替我们代数 遮盖他的血 遮盖我们的罪 所以上帝就透过基督 因着基督 借着基督 在基督里 赦免我们 或者说 也命不见我们的罪 或者说遮盖 因基督的血 遮盖我们的罪 上帝就称我们为义 这个义是因为基督的意 然后就接纳我们 以至于我们与他和好 化敌为友 接纳我们 不但接纳与他和好 甚至让我们做他的儿女 所以 因着基督的代数的义 我们才与上帝和好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加尔牧师谈到了 基督的义和圣洁 同时强调 必然当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义 或者接受了基督的意 同时必然是同时的 而且永远不分开的 就是圣洁 根据什么呢 我们不单被称义 而且要成为圣洁 而且成为圣洁 根据是 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 这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 加尔牧师多次引用这个经文 这里面说到了上帝 圣父 使基督 中宝基督 我们的圣子 道成肉身的基督 我们的中宝 救主基督 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 公义就是圣洁 这个被称为义 他是我们的义 基督是我们的义 旧约里面 耶和华是我的义 新约里面 基督是我的义 这位道成肉身的圣子 他成为我们的义 我们披戴他的义 他的义归在我们头上 他又是我们的圣洁 成为圣洁 称义可以说是白白的 又使我们成为圣洁 所以这是同时的 基督是我们的公义 也是我们的圣洁 基督使我们称义 也使我们成圣 也是我们的成圣 所以紧接着保罗 又在其他经文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 说到上帝预先定下的人 又招他们来 这个招呢 加尔牧师说用智慧光照他们 其实这呼召就是借着福音呼召 外在是福音宣讲 内在是圣灵光照 圣灵借着神的道光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认识基督 才能够醒悟 才能投奔基督 对不对 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光照 呼召就是呼召 我们就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基督面前 所以既然他找我们 就称我们 让我们得救 对不对 得救的人就称我们为义 称我们为义的人 又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 得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这是在基督里 上帝让我们不只是得救 而且称我们为义 而且让我们成为圣洁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加尔伍牧师论述说 从上帝的这个救赎的作为 和计划里面 称义和成圣是不分家的 所以当我们讲称义的时候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 跟成圣分开的 基督不是分成两个基督 在基督里我们因着他称义 在基督里我们在他里面成圣 我们连于基督 我们被称为义 我们连于基督 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这是不分家的 所以用神学性的术语来说 就是没有成圣或者圣化的 或者是果子 就没有真实的诚意 称义虽然不在乎功劳 但是你的称义 用什么来证明你真的在神的面前称义呢 借着你的果子 你改变的生活 圣化的 圣洁的生活 分别为圣的生活 来证明你是真的称义 所以不存在那种头脑性的 那种只是头脑性的 没有实际被称义的那种称义 那是假的 我们自以为被称义了 除非是借着你生活的改变 果子 圣洁的生活 当然这个圣洁 不一定是指百分之百 这个纯度的圣洁 因为在世上活着的 没有人能够达到百分之百 但是它改变了 它变化 比如说基督徒 他对真理 正常的情况下 他对真理可目 正常的情况下 敬畏上帝 爱上帝 礼拜上帝 渴望上帝 愿意侍奉上帝 这是正常基督徒的反应 这不是超级基督徒的特征 是每个正常基督徒的反应 反过来 那些对神的话也没有兴趣 对上帝也不敬畏 也不惧怕上帝 也不想侍奉上帝 也不爱上帝 天天活在肉体的私欲里面 要么就是 现在最里面的 世俗化的基督徒 要么就是 灵性的低谷 要么就是 根本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所以正常的基督徒 会爱慕神 所以圣洁和称义是不分家的 不分家的 就像信心和行为不分家 所以当我们讲 因心称义的时候 并不排斥行为 不但如此 这是第一点 刚才我们讲了 称义并不排斥 为什么 称义和成圣不分家 称义和善行不分家 第二 加尔牧师批判他们 反驳他们说 我们借着信心 称义摧毁了善行的 第二个论据就是说 上帝救赎和呼召的目的是 善行啊 上帝救我们 目的不是让我们进天国 而已 让我们灵魂从地狱里捞出来 挂名到天国上 而已 不是的 你看整本圣经 进天国不是最终的目的 恢复创造的秩序 或者说成就 原初创造的目的 让每一个人真正活出神的 形现样式 活完全顺从神的旨意 完全尊神为大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不要求我的意思 乃要照你的意思行 基督给我活出了一个 完全以上帝为中心的 那个完美的典范 堕落的亚当 没有给我们展示出来 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 第二 末后的亚当 第二个亚当 基督他为我们展示了 当然他完全的顺服 是成就这个救赎性的意 带赎性的意 但另一方面 他也将看不见的神显明出来 还有一方面 就是他将一个人 应该怎样在神的面前生活 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完美的生活 虽然我们不是自由主义 靠着效法 不是靠着救赎 而是靠着效法基督的完美 去自救 不是这个概念 但是基督确实实是我们 得救之人的完美的榜样 告诉我们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 基督完美的遵循了神的旨意 我们得救的目的是 恢复那种堕落之后 失去创造的目的 失去以上帝为中心 随着自己的心意 偏心几路 国中没有亡 个人任意而行 偏心几路 这样的生活要改变成 以基督为中心 以上帝为中心 像主导文所教导的 像科西马尼恩耶稣所祷告的一样 神的旨意 神的荣耀成为我们心中最高的追求 无论我扫大街 无论是我乞讨 无论是我尊贵 还是卑贱 无论我是学生 还是在家照顾孩子 出外打工 无论我做什么 真正主导支配我的 不是钱的价值 虽然钱也很重要 在世上活着 我们暂时需要这种东西 但是真正支配我们的价值是 上帝和他的话 一个人作为人应该活着的 不是单单靠食物 不是说基督徒否定赚钱 工作都很重要 热心去赚钱 热心生活 但是主导我们的绝对不是这个 不像那些唯物主义者 没有上帝的人 他们认为人活着 尽可能的让自己拥有最多的物质 尽可能让自己活得更开心 因为他没有来世 没有灵魂的概念 没有上帝的概念 不存在什么 这个真正的永恒价值 他们所有追求的 就像个动物一样 让自己活得更开心就好了 所以他们有什么价值 但基督徒自称为基督徒 所以我们活的 这个人生价值和目标就不一样 透过读圣经 我们知道 原来人活着不只是为了这些 虽然这些很重要 我们学这个 学悲慈价 默念永世的时候 又谈到了 享受今世 忠于使命 忠于呼召 不管是想到将来的结局 还要忍受苦难 悲慈价 还要尽上自己在今世 暂时在地上的各样的本分和使命 但是同时也要 别人那个像景欲似的 过度的去 这个 苦待己身 而是要适当的详细休息和娱乐 甚至好吃的等等 甚至听个音乐 甚至偶尔看个电影 健康的书籍等等 甚至娱乐活动等等 但是不要放纵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是健康整全的生活 真正恢复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 所以你区分一个基督徒 他是支配他的 虽然他有很多的梦想 非基督徒 有自己的野心和梦想 宏图伟业 但是你发现里面缺失真正的价值 这个人没有方向 有方向 但不是真正的方向 只不过是在灭亡的人这个层面上 金事上 随着墓碑的立起来 他的骨灰骨化掉 他所有的人生 目标和价值都一统埋葬在 坟墓里面 或者是撒在大海里面 但是基督徒不同 我们有短暂的阶段性的目标 但是我们知道有个终极目标 我活着就是要讨生喜悦 即便我在今世是失败者 但是我在神的面前 真正忠心侍奉神 顺从神的旨意 在每个领域 让神做我的王的话 这个人不可能失败的 上帝不会丢弃这种人 让他在社会上没有办法生存的 除非我们自己遇到一定程度 这个又没有什么技能 又懒惰又欲 然后又没有正常的常识的话 那个不是上帝不雅活我们 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搞瘀了 国内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 在社会上没有办法生存 不是说有没有文化的问题 他们连热心去认识这个社会 认识真理 去适当的去懂这个社会 既懂天国又懂地上的生活 这样的人才行 对不对 但是他们不知进去 结果他们到哪都找不着工作 然后他说 上帝不给我预备工作 那你是你自己的笨 你自己不求上进去懒惰 该学技术的时候你干啥去了 该学习的时候你干啥去了 你再不会学习 你不会学技术吗 对不对 再不会技术 你健康的身体 你出什么体力活 你赚不着钱呢 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意思 热心生活很重要 但是重要的我要强调的是 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 是有他的目的的 恢复我们原初创造的目的 就是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 这个换句话就是所谓的善行 我们善行不是学雷锋做好事 虽然是雷锋那一套都是虚构的 我只是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词语 我们不是故意做什么好事 那种好事 做好事只不过是我们顺从神 侍奉神的表现出来的行为而已 因着顺从神 我们看着怜悯人去帮助他们 眷顾他们什么赈灾也好救灾也好 不是因为做好事而做好事 因为顺从神而做好事 因着神命令我们爱临舍如同自己 所以我们才眷顾那些人 所以救赎的目的 他不排斥善行 那救赎护照的目的是 恢复创造史的目的 堕落了偏离了 那天主教徒提出意义说 善行没有功劳 就会让人不愿意行善 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人的本性里面有一种本性 我做点啥 上帝给我啥 这种交换 然后他心里就有点 他就好像利用人的贪心 就像有一些人说 如果大家都信基督教了 这个社会就停止不前了 他的假设是 人之所以能进步 是因为人有欲望 当人没有欲望的话 人就没有进步 错了 人没有贪心 也照样可以热心去工作和生活 不一定非得贪心 才起早爬半夜的去生活 对不对 固然很多人都是因为贪心 就像真言书里面说 他们这个贪食的人 他们的这个嘴上的欲望 不得不催促他们去努力 对不对 贪心的是让人努力 但是不贪心的人 他们也可以努力 为什么 发自内心的使命 责任和对神的爱 知道这个事情 不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私欲 但是我忠心的去做 热心去做 这个见证我就不讲了 有个 我认识一个弟兄 他信主之前他家是他老小 这个父母也疼爱他 不是刻意惯他 哥哥姐姐们都在家里面 什么打扫卫生 做各样工作 都基本不用老小 所以就养成了懒 养成懒 甚至信主以后一段时间懒 后来圣灵光照 他发现 他自己觉得这个读经的时候也是 就特别发现自己懒 光照他才认识到自己懒 然后他就努力克服为自己祷告 后来真的变了 就是甚至打扫卫生等等 就比起以前变了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一个人内在行善的动机 不一定非得出于什么虚荣 想得到父母的称赞 想得到父母给我五毛钱 我才去这个去打酱油 那个概念 不是非得利用那种欲望勾引人才能行善 天主教徒认为 善行功劳 可以勾引人 激化人行善 按照一般社会这种 这种 这个所谓的奖赏制度 这是好的 但是在信仰上 这个不对 不符合真理 为什么 人从心里面顺从 后面会讲 那加尔文牧师就对这个意义提出抗议 就彻底的否认 最不真实的谎言 控告 这个控告最不真实 其实根本不是 他就说到了什么呢 由奖赏推论功劳 天主教他们的神学家 为什么会导出功劳的思想呢 因为他们认为上帝奖赏 奖赏基督徒的善行的时候 就是功劳 实际上加尔文牧师说 他们这样的推论 是因为不明白一个原则 上帝赐给我们行善的能力 前面我不说了吗 用信心接受 他赐给我们一切的能力 行善的能力 凭着信去顺从神 神就赐给我们行善的能力 然后以及奖赏我们的行为 注意哈 我们的行为和上帝赐给我们 行善的能力 都是出于神 上帝赐给我们行善的能力 我们拿着神给我们能力 去顺从神 去行了所谓的善 那上帝又赏赐这种行为 上帝就用奥古斯丁的话 上帝赏赐他自己的作为 上帝赐给我们能力去行善 上帝又赏赐这种行为 其实这种行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只不过领受了神的恩典 照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 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之前讲了 这种行为不足以被神认证 第一方面不完全 第二 这是本分而已 谈不到上赏赐 所以根本原因 这种赏赐的行为 是要表明上帝的厚恩 他乐意赏赐给我们 不是因为那个行为本身有配得赏赐 我们中国基督徒 包括韩国基督徒一样 古字里面有这种功劳主义 赏赐我们就是功劳 上帝看见我的功 所以才赏赐我 不是这个概念 是神是后赐恩典的神 行为本身不完全 而且这种行善的能力也是出于神 上帝赏赐我们这种不完全的顺从的行为 是出于他自己的后恩 所以根据赏赐这个说法 不能推出我们行为是有功劳的 明白这什么什么回事了吧 那天主教提出这样的 然后加尔文呢 从两个方面去反驳他这种说法 首先第一点 说到这种观念是全人错误的 加尔文牧师非常有洞察力的指出 那这种观念 所谓的功劳 我做了这种事情 上帝就赏赐报偿给我 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跟上帝讲条件 跟上帝交换 我做了这个 所以上帝一定要给我那个 这是交易 实际上这个是羞辱神 神喜悦的人的顺从 并不是出于这种交易的动机 为了追求这个工钱 所以我才为了五宝钱 才去刨腿给父母打酱油吗 不是的 真正大一点的 小孩子不懂智 心智不正常 可能这样 长大了 三十来岁了 四十来岁 五十来岁了 还惦记着父母的家产 去孝敬父母的 这样的人是畜生 不能算人 这样的人是唯利是图的小人 虽然这种现象在社会上很多 但是这个不是正常的 孝敬是因为出于本性 动物都懂得 当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这样 因为上帝没有给他们这个物性 有的动物什么跟我们看到养的那个牲畜 自己的儿子和自己母亲都交配的这种情况 乱伦的情况 有一部分动物是懂得这种伦理的 人如果以这种行为做孝敬 去功利的像去孝敬父母的话 就像过年所有的这个买的礼物 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惦记着父母给的那个包的大红包的话 那算什么美德 这个不是美德 上帝喜悦我们是自由的敬拜 自由的去爱他 甘心乐意去爱他 敬拜他 爱他 不是抱着那种惦记上帝兜里的那几块糖和几个金 金元宝 然后去故意的去跳啊 唱啊 祷告啊 侍奉啊 去博得他的喜欢 然后去赚得上帝的赏赐 这是跟拜偶像没什么区别的功利主义 献给偶像猪头 烧香 磕头 什么摆上水果 所有的金钱 甚至这个念经 吃债 都是博得这个赚取这个神明的祝福 帮助来帮助自己 所以这个偶像崇拜的概念是 功利的交换 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 所以 加尔牧师否认了这种功德的 这种赏赐 所谓的利用 否定了赏赐就 功劳的概念就 就没有办法行善了 这个概念完全错的 这种自私的交换 其实在羞辱神啊 把上帝的恩典当中 我们这种破烂的 误会不结的 依附一般的行为 去 岂能换取上帝的赏赐呢 对不对 而这种赏赐我们之前学了 除非这种行为是完美的 完全符合上帝的标准 但是我们做不到 对不对 那种行为是不存在的 除了基督做到了以外 没有人能做到 没有人能做到 也没有人曾经做到 除了基督以外 将来也不会有 那第二 他就说 神就是呼召人的目的 这种上帝拯救我们 招我们的目的 其实更强烈的鼓励我们行上 不是利用利益勾引我们 去侍奉他 去报答什么 顺从他 勾引我 用我们人的贪心去吸引我们 去为了努力赚得 什么天国的赏赐 什么几个金珠子 金冠冕 因着贪图将来的 那个大的赏赐 而去侍奉上帝 这不是健康的侍奉形态 得到神的认可和称赞 是健康的 因为你爱他 渴望得到他的认可和称赞 但是渴望得到神的 那个什么金 我们老一辈人讲什么 这个什么钻石 金珠子 什么珠宝 大金冠冕 等等 如果只是用地上的 这种物质主义的 这种概念去想的话 那我们有点太轻看天国了 都是出于贪心去侍奉 所以救赎的目的 更能激励我们行善 即便不讲这种 利用人的贪婪去勾引功德 功劳 救赎的目的和呼召 本身足够激励我们行善 那他就举了很多圣经的例子 加勒墨士举了很多圣经例子 太多了 我就不一一谈了 我举几个例子 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是就可以终生在他的面前 坦然无惧用圣洁 圣洁的生活 公义去侍奉他 救恩 就得救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这样侍奉他了 救恩的果效就带出来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以感恩的心 以爱他的心 去过圣洁和公义的生活 去侍奉他 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做了义的奴隶 奴仆 比喻嘛 对应嘛 原来是罪的奴隶 现在是做义的奴仆 这个奴仆的 在罪的奴隶里面 是负面的意思 在义的奴仆里面 没有负的意思 只是为了修辞 是反而对称的员工 既然做罪的奴隶 去侍奉罪 被他挟制 今天我们就应该 作为义的仆人 干恩作为义的奴仆 献给义 献给义 后面讲到献给义 顺从义 还有很多 我们蒙昭 原是为此 因基督也受过苦 留下榜样 让我们跟随他的教宗 无论是保罗 彼得 还是约翰 使徒们 都在谈到 我们得救的目的 得救之后 我们以感恩的心 甘愿顺服心 去侍奉他 过圣洁的生活 顺服他 效法他 追随他教宗 这是我们 行善的动机 经文太多 我就不一一查 其实大家应该 有时间自己看 所以圣经支持 救赎呼召 救赎也好 呼召的目的 本身就是善行 上帝拯救目的 让我们寻善 然后加尔摩斯 对此做了 补充的说明 他就说 我们排除这种功劳 我们将这个 善行的动机 排除这种功劳的 要素 不是因为贪图功劳 而是完全出于 上帝的怜悯 将善行交易 我们也就是说 我们善行的 真正的根据 是因为神的慈悲 神的爱 神的怜悯 并非是因为功劳 才行善 乃是为要操练神的儿女 行各样的善事 并从未提过功劳之 前面使徒讲了那么多 约翰也好 保罗也好 彼得也好 讲了那么多 行善的经文 我们得救 护照的目的是行善 所有的话 都指向了神的怜悯 并没有指向功劳 没有谈及功劳这方面 没有谈到我们 行善的动机也好 目的也好 是为了功劳 而是都是讲到 神竟然救我们 怜悯了我们 我们就要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也好 使徒们 他们劝接我们去行善 都建立在一个 最基本的事实之上 就是我们没有丝毫的功劳 他劝我们行善 不是有什么任何的功劳 而是救恩 完全依赖神的怜悯 我们得救不是 因为什么功劳 而是因为神的怜悯 所以我们应该 如何如何侍奉他 感恩 顺从 既从仇敌里脱离出来 就应该坦然无惧的 在他面前供应和圣洁 去终身的侍奉他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 十二章一节 就说 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 劝你们 你们行事为人 当与蒙招担相称 这个是串联了 以赴索四章一节到三节的 行事为人 这是你们的责任本分 与已经蒙的恩典相称 恩典是我们行事的基础和动机 动力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面 所以 这个所以是连接前面 一章到十一章 谈到了救恩 我们在基督里如何获得义的 这样的恩典 然而十二章一节开始 就转向了生活到十五章 十六章是结束问 十二章开始就讲到具体的一些生活 实践伦理 所以弟兄们 你们为神的怜悯恩典 前面已经讲了太多 因着他的大怜悯 要在我们这些蒙怜悯的器皿上 彰显他的恩词 对不对 荣耀 所以预备蒙怜悯的器皿 就是这个怜悯 我以神的这个怜悯 恩慈慈悲 劝你们 新约里面 然后就让我们去这样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及 为神而活 按照他的职业而活 这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你发现教导伦理 基督教伦理之前 先强调恩的 所以神呼召我们 就我们的目的是善行 我们行善的基础 也是恩典 不是功劳 不是勾引 上帝不喜悦 我们被迫勉强的师父 格林多后书九章 七解说 个人随自己的本意着定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 当时格林多 当时伊罗萨冷教会 面临着这个饥荒 所以各地的教会 就是去奉献 保罗也是把这个事情 告诉格林多教会 格林多大城里面很富裕 格林多教会也很有钱 所以就让他们也在 这个恩惠的事上有份 所以让他 我到之前 你们要提前预备好奉献金 免得我去了限收 显得你们好像不是甘心乐意的 所以你们甘心乐意奉献 奉献多少 这个是指这个捐助 不是指十一 是捐助的事情上 你们自己着定 就像我们主日主定 主日定的那个奉献 五千也好 一万也好 两万也好 或者是更多也好 你恩惧你的良心 你的经济能力 你觉得礼仪上 你觉得过得去 自己良心着定 然后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是 神所喜悦的 神喜悦的是甘心乐意的 不是勉强的 当然那你说 我不甘心不乐意 那你需要悔改 对不对 你自己信仰有问题 你不要以这个经文 为自己不奉献 找借口 那你为什么不奉献 神的话这样是 你为什么不奉献呢 我为什么不顺从神的话 上帝又不是奠进我的钱包 上帝创造宇宙万物 最终关心的就是我的钱袋子 我的钱包 奉献袋 上帝不关心这些 但是上帝要求我们这么做 一方面是 最主要是操练我们的金钱 如何使用物质 你的钱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那里 你的钱奉献给神 证明你的心在神里 但是你的钱不奉献 那说明你的心就不在那里 这是绝对的真理 绝对的真理 给女朋友 你真爱她吗 你愿不愿意给她花钱 就证明你爱不爱她 你没有看到一个 我爱你爱的天花乱坠 结果给她花一分钱 都心疼的这样的人 那个不是爱 她爱自己 爱的是钱 根本不爱的女朋友 你爱你自己的妻子 爱你丈夫 彼此相爱爱你儿女的时候 当然愿意为她花一切 当然 是吧 所以弟兄姊妹 什么意思 甘心愿意的事奉 是神所喜悦的 上帝给我们那么多恩典 但是我们却没有被这个恩典感动 以至于克服我们在物质上的捆绑 这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不要拿这个经文 为你自己不奉献找借口 这个意思是说 你要甘心愿意 那为什么我不甘心 我的信心可能有个问题 我对神恩典的认识可能有个问题 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克服天然人 没得救的人 那种物质的奴隶 被钱财捆绑的这种束缚 甚至信了主意 不自由的这种情况 为什么 我对恩典的体验和认知太少了 所以就像你说 我们对于我们的妻子也好 对我们的恋人也好 对我们儿女爱的太少了 对我们父母爱的太少了 所以我们不舍得给他花钱 一样 不是说钱多少的问题 心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保罗说 你们真的应该凭着感恩的心 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也讲了 我既然在你们中间 这个撒了这个属灵的种子 难道在你们收取 这个肉身之物是过分吗 不是的 就愿意这么教导了 撒种的应该 这个牛在场上踩骨 应该不要拢住他的嘴 这个让传福音的靠 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 我在你们中间牧养你们属灵的道 你们供应我是应当的 但是我没问你们要 保罗讲的这个意思什么 你们应该供应我 但是你们没有供应我 我也没指望 不给 不是因为你们正常 对不对 反而因为你们不正常 明白什么意思 我讲这个不是让大家什么给我奉献的意思 我讲这个 因为保罗在同样的书卷里面谈到钱的问题的时候 他真正要强调的什么 你们不奉献 不是因为正常 是因为不正常 我在你们中间施教 你们本应该供应我 我反而取别的教会奉献金来 在你们中间传道 不取一分钱 是吧 不收奉献 你们应该进的本分没进 这是你们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在物质上软弱 所以在这里面要甘心乐意 不要勉强的意思 不是重点 不是说照着你们那个 那个没有信心的 继续那么去生活吧 大家要平衡 免得误解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 上帝所喜欢的我们甘心乐意奉献 甘心乐意的侍奉 然后这里面说 他喜爱甘心乐意的奉献 然后他警戒任何 做难和勉强的奉献 我还是那么说 我们为什么做难 我们自己的问题 你不要为你做难合理 我信心不足 所以我就找圣经当中的合理化 自己的软弱和失败 这样的人就没有任何的 进步的可能性 所以当神的话这么说的时候 我为什么这样式的 我现在的观点是这样 我肯定有问题 应该悔改才是 主啊 开恩怜悯我 我是这样的不顺从 你的话我都没有照着做 那么主啊 给我恩典和力量 让我圣经里面说到 你那么爱我 但是我却感受不到你的爱 主啊 我到底怎么样 我的心是不是石头 我的心是不是刚硬 我是不是哪里有罪 蒙蔽我的心 我的心蒙了自由 以至于神的恩典 像这个种子 神的道就像这个 掉在水泥地上一样 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到 我刚硬的被经济残草堵住的 这样的心灵里面 为什么我礼拜里面没有恩典 应该这样想才是 对不对 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这样的人才有进步的可能 才有出路 对不对 你总是给自己找借口 辩解的话 这样的人是没有希望的 没有前途的 无论是在一般领域 还是在鼠林领域 都是没有前途的 懒惰人说 这个外面有狮子 对不对 所以他不敢出来 所以有甘心乐意的奉献 是神所喜悦的 上帝不喜欢勉强 在这里面 同时呢 加尔伍也提到了 当我们强调这些事情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我们忽略 圣经的劝谏 加尔伍牧师强调 不是功劳 不是在乎功劳 但是不意味着 加尔伍牧师忽略或拒绝 圣经当中有一些 劝解的内容 比如说 罗马书二章六节 他必照着个人行为 报应个人 这不里面说到上帝的 报应吗 赏赐或者是咒诅吗 行善的 必得照着他所行的善 得赏赐 行恶的 必照着他的恶 报应他 罗马书一开始不是说了吗 一章里面 恒久行善的 追求义的赏赐他 永胜三章是吧 然后刚应悖逆的 必于永行灭亡 报应他 那这不是分明 根据人的行为吗 加尔伍牧师不是忽略这些劝解 首先他说 我否认这是唯一的动机 什么意思 我们不能以那种功利的动机 为了追求上帝的赏赐 然后才顺从神 因着惧怕神的咒诅 才不顺 不犯罪 这种动机 不是唯一的动机 顺从神 这种 不是唯一的动机 在很多情况下 他也不是最主要的动机 加尔伍没有否认 全人否认这种动机的必要性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神的恐吓 我们才收敛自己的懒惰 散漫 不节制 懈怠 需要锤子 需要大锤 需要真言书里面那个真棒 去刺痛那个懒汉的 罪汉的那个麻木的皮肤 刺透 刺他 刺他能够警醒吗 我们人需要警戒责备 但是不能因为恐吓才顺从神 这不是唯一和主要的动机 第二 也不认为这是我们动机 应该有的出发点 不能出于功利 怕受咒主才信耶稣 怕为了得赏赐 才积极的侍奉神 这种出于自私的 为了自己的自私的爱 好处 坏处 毕业 坏处 好处 等等 来做出的顺从 不是最佳的出发点 而且认为他一点也不支持功劳之处 虽然这个讲到这样 但是不支持功劳 我们的顺从 我们之前讲了 即便完全顺从 本分应当的 不存在功劳 所以人除非先相信诚意的教义 否则就不会恰当的寻求圣洁 你不知道你如何在神的面前被接纳 被称义 带着这样的感恩的心 才能够以上帝已经接纳赦免之恩为基础 去讨上的学 竭力的追求圣洁 你也知道了你活着的目的 不然的话 你就不可能真正追求圣洁 所以称义和圣洁 虽然是概念不同 但是它俩总是不分离的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教人敬畏你 诗篇一百三十篇四节 这里面大卫说到 你有赦免之恩 当大卫知道上帝赦免的恩典之后 他说这样的人 才会敬畏上帝 敬拜上帝 认识神的怜悯 是我们敬拜的根基 为什么我们敬拜神 不是为了进天国 努力的去念摘进佛 为了剥夺永生 而是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讲的 我们感谢他 神是配得称颂赞美的 我敬拜他 上帝配得我们 礼拜提前三十分钟到现场来准备 如果你的信仰的上帝 只是配得彩子点来礼拜 或者是甚至礼拜快结束来 当然弟兄姊妹听了这个话 你要正确理解 牧师没有意思挖苦你 牧师在引导你 你要思想你自己现在的信仰状况 如果我的上帝只是配得我 这个姗姗来迟的话 我的上帝可能 我的教授 我约的朋友 我尚且都不迟到 为什么我对上帝这样 可见我们心里面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可能都没有这么大点 上帝可以让我睡懒觉 以至于迟 然后来礼拜 来礼拜天你不是给牧师面子 是你跟上帝礼拜的关系 连上课的教授你都提前 这个不敢迟到 为什么礼拜总迟到 有事 你旷课怎么不随便旷课 你还知道一个学期挂 旷课三次四次就F 对不对 为什么有什么事 就随便这个牧师有事 有的人还礼貌 牧师有事不好意思 请假你也得说什么事 对不对 连事都不说 请老板就给你公司 给你假 必须老板肯定告诉 问什么事 你说我老婆要生孩子了 马上要生孩子 那当然老板给你了 老板又不是畜生 对不对 给你了 你说我今天这个 这个煤气罐没换 我要去换 脑子有病啊 周末其他时间不能换 非得赶这个时间换 对不对 有些假是合理的 有些假是不合理的 你连请假的理由都不说 可见你这个人到 什么程度了 对不对 有事都不屑一顾 连什么事都不肯 跟牧师说 然后就就是通报而已 我就今天不礼拜了 我有事 其实在家躺着干啥 或者见朋友 批大点的事 你都可以爽上帝的约 我们的信仰 连这么大都没有 所以礼拜提前来好不好 不要用你的行为 去亵渎上帝 不用用你的行为 去羞辱上帝 平时我们打工 都四点钟可以起床 五点钟起床 你回国定六点的人 船的机票 你不得半夜提前出发 飞机谁等你 谁灌你毛病 我起来晚了 我都买票了 干嘛飞了 谁灌你的毛病 对不对 为什么礼拜着嘛 因为你觉得上帝太恩慈了 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妥协 唯独跟上帝的事情 反正上帝也不会突然跳出来 拿大刀直接把我的脑袋削掉 对不对 直接把我的脚和腿剁掉 所以上帝恩慈以至于我们好像放纵 是不是 所以真的 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怜悯 这是我们敬拜的基础 但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他 以至于我们把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以至于我们在他的面前过这样散漫的生活 真的弟兄姊妹 你别觉得牧师好像恨大家 有的时候讲话难听 作为牧师 作为新约的牧师就是旧约的先知 虽然我们不是直接领受启示 我们是传讲已经赐下的启示圣经 那有的时候看见信徒这样的情况 真的很痛很难过 不是出于牧师的饭碗 而这个考虑难过 是看到大家的信仰 信到也就这个程度感到很痛苦 难道基督的十字架流出的血 不至于感动大家提前半个小时来吗 我们的信仰都不如一万元的韩币的价值 敬畏敬拜上帝是建立在罪得赦免之上 一个人真正认识赦免之恩的人 他自然会敬拜上帝 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信仰到底信什么 我信的只不过是个体恤我软弱 惯着我疼着我的一个老人家 我无论怎么耍赖 他都不支声 从来不说责备的话那样的 而不是让我值得敬畏敬拜的上帝 所以真正我们的礼拜好顺从的基础是我们对他的恩典 连绵认识多少一个人体会到经历到赦罪之恩的人 他怎么能不报恩呢 一个人认识神的连绵的人怎么可能随便把神的连绵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呢 那些没有体会到恩典的人才会这么做 所以我曾经在朋友圈说 我不怕这个人在恩典当中堕落 因为真正认识恩典的人不会在恩典当中堕落 就怕他没有认识真正的恩典啊 一个没有真正恩典的人 天天活在稀里糊涂的生活当中 然后他也感谢主上帝是爱我们的 把神的恩典就当作擦麻布一样去用啊 随便的去为自己的那个放纵去买带 不认识神啊 那第二加尔文牧师第一个他谈到了称义并不破坏善公 他讲到了称义与成圣 称义与善行是并行的 第二上帝称我们唯一呼召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行善 这是他反驳了第一就是称义会降低或者让我们轻视善行 第二他批判他们称义并不是让我们纵容 我们犯罪啊 所以称义并不纵容犯罪 天主教指控是称义会纵容犯罪 所以他也是从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谈到了白白称义来 天主教控告我们啊 白白称义就来得太容易了嘛 来得太容易的人就会轻看嘛 轻患就会随便犯罪嘛 如果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他才得生命他会珍惜啊 如果来得太容易啊 罪就这么被赦免了会鼓励犯罪 某一方面好像鲁马天主教的这种说法好像合乎道理啊 也符合一般人的心理 但是加尔文牧师却说no 他就提到了一个关键的词称义的义 要明白什么叫做称义的义 他说任何的善行的报偿都不足以与这个义的价相比啊 这个义要赚取这个义的价格太大了 大到无人能够去换得啊 这个价是无价之宝 以至于我们任何的善行的功劳的报偿都不能换取 无可相比啊 就不说我们的善功有何等的这个卑劣了 不完全 第二 他说此义呢 于我们是白白赐予的 上帝白白给我们 白白撑我们 但是于基督呢 是附上他最宝贵最圣洁的宝血 重价买来的 基督完全的顺从 基督为我们的罪 附上了他自己的生命 赎了我们的罪 他流的血是无价的宝贝 他可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 上帝称我们为以 没忘我们要任何的功劳和经营 我们信就白白的赐给我们了 但是白白给我们的这个义 是基督为我们赚得的 基督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在旧约里面 我们看到大祭司宣布 一个罪人 罪得赦免 是因为那个罪人觉悟到自己有罪 然后带着这个摩西所要求的 神律法当中所要求的祭物 来到祭司面前 祭司为他献祭 他要安守在高阳上 这就是一种告白 我是有罪的人 我与这个高阳联合 我的罪归在高阳身上 高阳的义归在我身上 然后高阳因着背负我罪 他被杀 被流血 被切块 被焚烧 所有在高阳身上遭受的那个悲惨 都是我应该遭受的 而高阳付出生命的代价 虽然高阳本身不值几个钱 虽然在当时社会也是有一定价值 但是神的儿子的 这位无瑕疵的高阳 是因为永生上帝儿子的生命 现出在人性当中 中宝的位阁里面 献上的这个无价的代鼠 是没有犯法估量的 白白赐给我们 我们不需要花钱 是白白的 但是这个白白的基督的义 是附上基督自己无价的生命 宝血 礼物 有人给你送了乐天的什么商品券 2500万的某个名品报 你拿来了 一分没花 你觉得这个没花钱白来的 但是那个背后是有人花了2500万的 这个韩币 对不对 本身是宝贵的 是有价值的 是贵的 但是我白得的是我没花的 就是这个概念 除他的宝血以外 没有任何暑假能够满足神的供应 上帝对罪人的定义 一个人要想在神的面前获得接纳和义 除非他行为完全遵守律法 遵守神完全的道德的要求标准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守 因此人要受到自己违背上的律法 违背神的旨意的那个咒诅和审判 要想从这里摆脱了 除非是基督完美的 无价的生命 流血牺牲的代数 才能够付上这个暑假 所以他满足了神公义的标准 有罪的他必灭亡 我们没灭亡 是因为基督替我们灭亡了 所以我们得释放了 得自由了 所以我们得自由 得释放的这些奴隶 作为自由人应该感恩的心 为属我们的主而活 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 不要容罪在别人 在我们身上做主 乃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主 要在我们身子上荣耀神 我把两个经文混在一起了 都是一样 因为重价买了的 所以不要做人的奴隶 要做主的仆人 不要在身子上放罪得罪神 要做身子上荣耀神 对不对 所以我们释放了得自由了 不是要放纵 是要献给基督 作义的去局 对不对 所以加尔文说到这个义呢 我们这个称义呢 不只是说我们与神好 而且一次犯罪 基督的血 每一次犯罪的时候 无需再次流血 这就是称义的持续性 虽然基督一次流血 成就到永远 一次流血了 赎了我们的罪 我们以后犯的罪 只要仰望基督的保血 他的果效会持续到永远 不需要再流血 不需要重定舍架 不是由于我们行为的功劳 乃是基督给我们 称我们义的那个义 我们的罪务是如此严重 除了基督的保血 权之外 再没有无法可以洗净 洗了我的脚 怎能再玷污呢 那些真正蒙 赦罪的人 他们是不愿意重新犯罪的 有的时候可能被罪得胜 但是他们心里是痛苦的 不愿意甘心乐意犯罪的 那些长期沉醉在罪里面 享受罪中之乐的人 他们都是死人 罪的奴隶 从来没有经历基督的救恩和生命的人 那些经历基督救赎的人 心里面是活过来的人 对罪是敏感的 犯了罪是很痛苦的 暂时有罪中之乐 但是回头是带来的更大的痛苦 若不悔改 心灵就不会得安息的 这是正常人 对不对 所以称义并不会纵容犯罪 那罪的刑罚如此严重 不能用无足轻重的误 罪之所以这么大 任何暑假都不能满足 我们的行为也不能满足 行为本身也是无足轻重的 不足以赎卖我们罪 罪对神是极大的冒犯 这无价值的暑假 无法得到 若不得到无价的这个暑假 无法得到赦免 得罪了永生的上帝 必须付上足够的无限的代价 那么上帝的儿子基督 就付上了这个代价 因此唯有基督的宝血 才能受我们赦免 那称义的宝贵不能用任何善行来补偿 既然称义那个义就是无价的宝血 任何人都付不上 只有基督才能付上 我们怎么能用我们这么残缺不完美的行为 试图去获得什么称义或者补偿呢 这是吃人做梦啊 这是一种狂妄自大 因此恢复了这个义 我们必须单单投靠神的灵敏 若想要得到这个义 重新获得这个义 必须单单的投靠神的灵敏啊 所以没有任何给我们功劳留下丝毫的空间 我们最后做总结啊 称义是由于神的怜悯 基于基督无价的宝血 我们乃是以信心接受基督 与基督联合 然后拥有基督 基督的义才 分享给我们啊 任何善行和功劳都无法换取这义 这义的代价极高 除了基督无限价值的宝血 无人能赎这个罪啊 无人能换取这个义啊 接受基督的义同时 我们也不只是因着基督称义 也因着基督成圣啊 称义和成圣虽然区分 但是不分割 也就是说称义和善行不分割啊 称义和信心并不彼此 并不排斥善行 救赎和呼召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行善 白白称义也不纵容犯罪 认识赦罪之恩 而敬畏上帝 敬拜上帝 侍奉上帝 所以真正明白称义之恩的人 不可能随意放纵 因感恩而甘心乐意 自由的释奉 释奉的出发点乃是 因着神的怜悯和感恩 目的是神的荣耀 而非妄想赚取赏赐 这样的狂妄的利益的交易 所以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祷告 然后我们来思想这几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同心合一祷告